欢迎收看财经Espresso 晚上好我是景龙 一开始来看马股今天的走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中国及欧盟操纵汇率 并认为联储局升息推高美元 不利美国的经济 而市场担忧贸易战将会转换成货币战 促使亚洲股市涨跌互建 现而马股在蓝筹股的买卸回笼之下 全天上涨了3.29点 至1,757.96点 汇率方面 由于缺乏新指引的因素 马币今天走势相当的波动 对美元下跌至4.0610令吉 接着是今天的市场交易数据 本地机构及散户今天净买入了 2,365万令吉以及448万令吉 而外资则净卖出了2,814万令吉 接着来看今天企业Black and Wine的单元 我国最大的养老金机构 投资者的首次进取行动 上周三EPF就针对沙布拉能源股东通过了 其集团总执行长沙里尔·三苏丁的薪酬议程表示不满 因为该集团截至今年1月31日为止 净亏损了25亿令吉 但沙里尔却获得了7192万令吉的高薪酬 换个焦点 马电逊和国家能源的全国光纤计划NFP 因为双方无法达成协议 因此备忘录宣告作废 但不排除未来还有合作的机会 双方是在1月签署了备忘录 以配合大马经济、数码经济需求 和高速宽频计划HSBB的发展 而当时这两家公司预计能达到协同效应 进一步加速了大马电缆宽频网络的覆盖能力 因为集合了两大政府相关公司的优势 包括了覆盖能力、基建设施以及专业 不过随着马电逊和国能终止了备忘录 大马要实现全国光纤的目标 似乎又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了 接下来的企业焦点落在了印度亚航的消息上 印度经济时报报道了 亚航集团印度必保 印度亚航由于身陷贿赂风暴 无人愿意接手这个烫手山域 让首席执行员的这个职位 从6月开始悬空置金 印度亚航的首席执行员阿玛阿洛 6月因个人因素辞职 而导致该集团群龙无首 而拥有印度亚航51%股权的塔塔集团 则属役 捷来航空的执行副总裁 伊沈森·德拉姆作为其首席执行员的人选 不过经济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指 伊沈森·德拉姆基于印度中央的调查署 已经开档调查印度亚航 因此决定拒绝这个邀约 塔塔集团的发言人则不愿回应这个消息 今天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